射擊遊戲改成戰略遊戲我就不是第一次見了 Microsoft Halo 系列就曾推出過即時戰略遊戲 Halo War 還得到不差的成績 不知道是不是吃過一層味 Microsoft 旗下另一大作 Gears 系列都推出了一款戰略遊戲 叫 Gears Tactics 不過這次就不是即時戰略遊戲 而是更加像 XCOM 的 SRPG 繼 Gears of War 3 DLC 蘭姆將軍的陰影和 Gears of War Judgment 我們又再一次回到一代之前的時間點 在手續出現的 E-Day 一年之後 維安政府決定用衛星炮黎明之取進行無差別掃射 以消毀手續所有據點 就在掃射之前 Gears Tactics 的主角 Sergeant Gabriel 收到一個任務 要他拿一份機密文件 那份文件記載了一位手續的科學家資料 而主角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去刺殺他 那他的故事呢 就真的只能和尚都不吵 就是一直在找線索追過去 追到之後又有老馬 然後又要再找下一條線索繼續追 重複三次這樣 Gears Tactics 的故事的確跟主系列有些關連 簡單來說 有一位主線角色的父母在這部作品中作為主角登場 只不過他們真的只是出場了 沒有感情線 也沒有給一些解開後代身世之謎的資訊 令到人覺得很遺憾 Gears Tactics 借加了XCOM的玩法 並且成功將 Gears 系列轉化為一部戰略遊戲 不論地圖 角色 敵人 今後開槍的特寫 還有處決 都很成功地重現了獸族炸撿機的感覺 戰鬥部分玩家會以鳥漢視角觀看戰場 被稱為最多四個角色去進行遊戲 遊戲中的兵種只有五款 玩家可以借配點和配裝等他們有不同的屬性 敵人雙方陣營會輪流行動 每個角色每個回合都可以走三步 作為Gears 的戰略版 射擊、開槍、Granade 這些操作 當然是笑不免 不過遊戲中玩家的單位都比較脆弱 加上敵人往往有數量上的優勢 亂按行動的角色真的會極速跪低 所以這遊戲的基本就像Gears一樣 謹記要take cover 角色只要在染體中 敵人就會比較難打中你 但這樣是不代表無敵的 敵人依然可以兜過染體直接去你身後攻擊 甚至有很多近戰兵種都會衝過來打你一身 這個時候就有Gears Tactics的另一個特色 警戒 不過容許我用另一個更容易理解的講法的稱呼 即是CAM-9 CAM-9是Gears Tactics繼染體之後第二個核心操作 玩家可以為角色設定一個警戒範圍 到敵方回合的時候 如果敵人進入那個範圍 或者在那個範圍探頭離開染體的話 那就要壓子彈了 中槍之餘還有機會被人打停 所以玩家防守的時候 就可以預測敵人的行動路徑 再用警戒封位 CAM-2條路 不讓敵人兜過染體打你 進攻的時候 也可以用來瞄絕躲在染體後的敵人 做到壓制的效果 這一招也不是玩家的專用技 敵人AI往往會預留行動力 並且用警戒CAM-1回頭 也導致玩家的走位必須準確 如果你走得太前 很容易就會被一堆CAM-9瞄住 動彈不得 所以要不就步步為營 一天人借著不同的兵種特性 互相掩護齊上齊落 要不就天機算盡 一擁而想將敵人一鋪清袋 各種打法都很好考大家的戰略頭腦 戰鬥裡面還有很多細節都還原原住得來又很有戰略性 遊戲保留了原住的處決技 處決除了爽脾之餘 還可以幫所有隊友補充一格行動力 鏈鋸和刺刀在本作依然可以秒殺所有步兵 但要用到就要兜過所有CAM-9範圍 用得好絕對一腳夠全家 鮑雷從迴避力極高 平時用槍是有機會打不中的 但我們可以指揮角色過去 好像原住一腳踢飛隻爆雷蟲再射爆 如果計算得好 踢到敵人腳邊更加可以當炸彈用 而Gears Tactics由於用很多Gears的音效 加上各種暴力爽快的視覺表現和流暢的玩法 令Gears Tactics成為了一款戰略爽機 不過這遊戲的優點就來到這裏 很多都沒有劇情可言 在差不多30個小時 22個chapter的遊玩過程中 有劇情的關卡10個都不到 玩家每打一個主線關 就會被人迫你去打一個G線chapter G線chapter不是打一關就算 而是由兩到三關組成 而且來來去去都在重重覆覆的幾張地圖上 玩以下幾類的任務 Cue them all 死手指定區域 拯救人質 在光炸區回收物資 在大約30個小時的遊戲體驗中 全部都在這些關 製作組為了令關卡沒那麼重覆 就經常在這些G線關卡中設立一些特殊條件 例如不讓玩家帶某某兵種 敵人命中的Double 不准用Granade 的確那些條件是會令到關卡更加有挑戰性 同時G線關也都被玩家豐厚的獎勵 但依然未能掩飾這遊戲 就是例例例去去去去那幾張地圖 再隨意地 spawn一些怪給你打的事實 有時你重新開始一個任務的時候 如果你好運的話 會有機會 spawn一些比較容易打的兵種出來 在這種重重覆覆的情況之下 就令玩家越玩越沒刺激感 因為你除了Boss 戰之外 從遊戲開始打到爆機 你都是用同一個mindset打下去 我是很喜歡它的battle system 不過我們都要承認它的遊戲關卡設計很沒心思 唯一令我覺得難打的就只有最後一關 Gears Tactics以五星為最伏 個人會比三星 遊戲的戰鬥具戰略性 玩法很爽很有趣 以戰略遊戲來說畫面也算細緻 還可以幫一些槍械配零件 令槍比原珠還好 如果你有Xbox Game Pass的話 我很推薦你玩的 如果你沒有Xbox Game Pass的話 就只推薦給玩過原作的人 因為玩法真的比較重複 以純單機遊戲來說 關卡真的算是沒心思 劇情都沒什麼看頭 只在一張地圖上 spawn怪給我殺 沒有劇情可言 那我不如去玩對戰遊戲 雖然本作是借鑑的XCOM 但作為有劇情的戰略遊戲 我認為他們都應該參考一下 Starcraft 2的戰役 英雄單位的能力都應該跟集兵有更大的分別 也希望他們可以考慮加入載具 黎明之取等等元素 甚至是被軍營的隊友作出一定的支援 而不是召集了一支大軍回來 但都是四個人打光 甚至跟回原著的多人模式 可出擊角色由四人改成五人 都可以令這遊戲更加好玩 日後如果有受族為主族的DLC 那就更加完美了 我作為一個Gearth系列的Fans 那我就希望他有下集 而且再改好一點 而我做得更好的原動力 就是來自每位支持我的朋友 你們的訂閱和like都很有力量 而當中的力量特別大的 又莫過於19位Patreon 和118位Youtube會員 就是因為有你們所有人在我才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們就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 尤其是CQC Affirmative Feed Fread out Anyone else Snaak,What have you done? You changed the future You created a time paradox But Feed Feed 感谢观看